城乡的金元宝送上门来 这位清官却眼睛都不眨一下 一律拒收 送礼的不愿意无功而返 说什么也要让他收下 于谦见状直接上了棍子 我今天就是要打你们这些笑脸人 我叫你们送 我叫你们送 连徽几棍将这些送礼的都赶走 转过头来去见皇上就站在一边 不知看了多久 早就听说于谦清正连结 一心未明 没想到这么快就得以一见 再走进屋里 看看于谦的房子 堂堂朝中二品大员 屋子竟然如此寒酸 看得朱祁玉心酸不已 张嘴就要赏套房 于谦却根本不注重这些 他是勉强带兵打赢了瓦剌 可如今战火刚过 多少百姓流离失所 无家可归 听说朝廷还要大肆封赏有功之臣 在于谦看来 一切都还没到时候 千疮百孔的国家 还需要好好治理 一番话结结实实地说到了朱祁玉心坎里 他早就想改良现状 只是苦于不知如何下手 国家战乱平息 理应由乱入治 朕苦思冥想 不得良策 朕 这次来你这 虽比不上当年刘备三顾茅庐 可朕还是希望听到你的龙中队啊 这一晚 君臣二人秉烛夜谈 于谦拿出自己早就写好的治国策论 朱祁玉也下定决心 要还百姓们一个盛世大名 可有些事情说着容易 做起来却是千难万难 太上皇朱祁镇不甘寂寞 小动作不断 再次为在京城保卫战中立功的臣子们请功 一举赢得所有人的支持 太上皇的面子 朱祁玉这个皇帝也不得不给 当朝宣布了一应封赏 可他的富国强民之策 又该怎样实施呢